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处于一个不正确的坐姿 这样我们几个特定的关节就会长期受到挤压 然后我们背部的肌肉与韧带也会长期受到牵拉 久了之后就会造成我们肌肉失去平衡 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比如驼背 除了影响美观 久了之后还会逐渐形成各种不同慢性的疼痛 比如常见的肩颈痛和腰背痛 严重的话还会开始影响我们生活作息和我们工作的效率 如果我们到医院去检查 可能会检查出是肌肉 脑损 椎间盘突出 或者是筋膜炎等等的问题 医院除了可以提供次药 来减缓疼痛 或者通过一些物理治疗 去帮你舒缓你的疼痛 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医院或者医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手术 去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吃药和一些好像比如推拿按摩 真的可以完全的解决你的问题吗 这些都只可以短期的 让你的疼痛得到舒缓 但是如果你还是长期处于不正确的坐姿的话 问题很快的又会回来 那么久坐腰痛 我们可以如何预防或者减缓呢 其实久坐腰痛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坐的姿势或者位置不对 有人习惯坐在椅子前部分 腿伸直或者勾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大腿前部分 无法帮忙分摊身体的重量 支撑点全部落在骨盆和坐骨上 支撑面积小 导致腰椎的压力增大 腰部肌肉需要收紧保护它 久了就会造成腰痛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要确保部分的大腿 落在椅子面上 这使支撑面增大 腰椎的压力自然就会变小 接下来是几种常见的坐姿 大腿张开 骨盆后勤 翘脚 或者是双腿并浓 扭去一侧 也会造成我们腰部的压力增大 还有如果我们腹部的力量不够 也会导致腰痛 就是我们坐着的时候 腹部是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 当你的腹部无法协助支撑身体的重量 压力自然就会更多的落到我们腰部的肌肉上 久了就会出现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改善呢 首先 坐的位置要对 让大腿 协助我们支撑身体的重量 腹部无力的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枕头 夹在我们的两腿之间 大约是一个拳头的距离 大腿内侧发力 架着枕头 这样我们的腹部也会同时发力 就可以更好的舒缓 腰背的压力 也可以固定我们的腿在正确的姿势 防止因为撬腿 造成骨盆或者脊柱发生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有乘坐 长途巴士 火车或者飞机 难免我们会在路途中睡着 很多时候我们睡着的时候 我们都无法保持正确的坐姿 很常见的就是睡着的时候会 两脚放松张开 骨盆就会后行往下滑 这时候你的腰部的压力 非常非常的大 醒来后立刻就会感到腰部酸痛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长形的布条 围巾或者湿巾 吸在我们的膝盖位置 轻轻的吸上 然后确保你的背后有靠着椅子 这样子当你睡着了之后 就可以把你的身体维持在一个对腰的压力最小的姿势 只有通过把学到的东西融入你的生活 彻底的去改变你的坐姿 你的腰痛的问题才可以完全的解决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在微信或者是我们的面子书与我们联系 还有请你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面子书或者是YouTube 我们会不时的发送一些很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